太阳花学运占领立院跟政院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不少冲突事件 新院长江一华曾经说过 会请法务部从亲处理 不过检警锁定了205名群众和学生陆续的传讯 学运总指挥林飞凡说 这根本是秋后算账 而以顾立雄为首的律师团也加入了声援 他们担心冲突事件的照片跟影片会被警方删掉 紧急向法院申请保存证据 3月23号学生民众攻占行政院 遭到警方强制驱离引发流血冲突 其中一名牙医师因此癫痫发作倒地不起 一名老师疑似被盾牌围起来痛殴 血流满身 甚至有65人被警方约循 不堪其扰转向私改单位求援 被害人立场 然后来以一个司法警察的立场 来去从事一个调查的行为 刑这种判忘绑查之名 来刑这一个收证之实的 保全证据 借物罪罚 律师团就怕冲突现场的照片影片会被删除 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保全证据 要法官和人民站在一起 也警告相关单位不可淹灭证据 否则依法提告 呼吁江仪化先生 王卓军先生 你们下令把他验灭掉的话 那么你们就犯了 验灭他人刑事证据罪的罪责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200多人遭到警方调查 而过去新政院长曾说 起诉的话 我一定会请我们的法务部 尽量在法条可允许的空间之中 重新 如今却有不少学生和民众遭到法办 我觉得马总统做的事情 我觉得已经不是修后算上可以形容 他在做的事情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报复式的行动 学运团体认为政府不追究警方施暴 反过来调查学生和民众感慨万千